小朋友手拿白布條大聲呼叫 驅逐惡靈的反核肺料運動 從1889年開始到現在 蘭嶼達物族曾發起多次的反核肺料運動 12月7號的蘭嶼核肺料真相說明會 惠中部落居民再次提及 要發動走上街頭的運動 居民表示三十多年前 政府到蘭嶼新建低階核肺料主存廠時 因為政府沒有使用達物族語 清楚地與當地居民溝通 居民最後以為是要新建魚罐頭工廠 沒有想到原來是要放核肺料的主存廠 在民國77年起發動220反核肺驅逐惡靈運動 這一次蘭嶼反核自救聯盟成員表示 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或許輸出與非暴力 或者尋求另一種抗疫的形式 我覺得都不可能 不過現階段整個會議結束之後 我覺得我們這些周邊關心 這件事情的主人會在重場記憶 那會內部在座著急做商議 那接下來要怎麼走我想並不是單一的 郭建平單一的爛媒會或者 鄉長代表等等 等等這樣的人來來來指導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想是大家的事情 蘭嶼反核自救聯盟爛媒會表示 這次核肺外泄事件發展到現在 還沒有看見原住民族籍的謎代表 為蘭嶼達物族人發聲感到很沮喪 希望關心輻射外泄事件的人 能夠為蘭嶼族人說一說話 記者是我們達成台東來語採訪報導